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市场走势来讲 从这个所谓的加息的时候市场的反应 就是说在加息的一瞬间 整个的美元 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暂的走强 到它开始出现了一个下行 在这个形态上至少提前和大家分析的 还是有它的一个相似的一个相似性 但是它这个幅度来讲还是不够 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讲它回落的幅度啊 就是没有所谓的没有一个剧烈的波动 这个波动范围实际上是 如果按照以前的来讲 那这个波动率还是偏低的 并不是说通过这个一期的这个会议以后 波动率有所增加 都没有 但是 从明年开始啊 有几个 鲍威尔后来发表讲话里边啊 有几个点就像他之前所透露的啊 从明年开始啊 每一次的会议结束以后都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一点啊 在我看来的话 它是一个为了加速加息的一个啊 所谓的啊 没有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 市场它基本上啊 是不会加息的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因为没有新闻发布会啊 你加息了以后的市场 我不知道你在为什么 或者什么原因的情况下 对吧 进行加息 那么在过去的耶伦时代也好啊 那么基本上啊 不开会不加息啊 这形成的一种 基本上是一个定时啊 所以到明年一月份 实际上很快了 实际上很快的一个过程 对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下半年了 就马上下半年了 明年初一月份开始 对吧 已经是很快就要实现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觉得同时它也会影响市场啊 加大一定的波动 因为在以往啊 没有开发 我们通常大家也是不去太关注的啊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可能会啊 这个这个会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啊 通常是没有的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啊 第二点它是提到了这个 反正总之它几个结论吧 所以说算是有点鹰派的一种言论啊 因为它是希望可能迅速的达到中性区间 我们知道现在的利率 它的就是还和中性区间吧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 所以迅速达到不是说缓慢的或者是有有步骤的达到 市场的这个有时候运行结构啊 它如果啊 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苗头啊 那不管它说什么话啊 或者是准备啊 后面啊 做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形态 啊 那当然它也说了 就是它其实整体的发言当中啊 涵盖了 鹰派的言论涵盖了鸽派 就它其实还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 但市场的反应啊 就是最直接的啊 所以我是来 来这么来解读一下就好了 好 那么刚刚的这个会议 欧洲的这个议席 当然现在离这个讲话还有一点时间 说欧元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啊 当然因为刚才可能一瞬间啊 欧元可能就下去了 因为我刚刚正在调试整个的设备啊 其实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数据都是和预期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说QE在12月可能会结束 正常来讲 你QE结束 你不是欧元应该是上行的吗 啊 应该上行的 对吧 那你有这种推出QE的计划 对吧 欧元发尔 啊 发尔下行 啊 这个其实 怎么讲的啊 有些说不通 是吧 因为索 因为紧缩了嘛 正常应该是 可能有人说那可能是因为它推迟了 因为去年说啊 可能9月份就可能会推出啊 那么现在推迟到12月底 那也可以这么来理解了 所以这个这个本身啊 我们就不能够说这个消息啊 只能说是市场的对于这个市场 对于这个消息的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只能是啊 去解读它啊 去接受它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不能够说是啊 为什么有人说对吧 结束QE了啊 欧元会下跌 那就是下跌 我们就要接受它 好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今天啊 这两件事情啊 你包括 你包括比如说奥币 奥币在今天啊 今天失业率下接的情况下 它并没有拉升起来 而相对的 它还在 下行 对吧 而且失业率是超预期的 变好 啊 这又是为什么啊 一会我们再去啊 去讲 好 那么先一步一步的看啊 你先看看美日啊 美日的这个形态呢 就是当昨天吧 我给大家去解读的时候啊 那么因为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 大概就在这个附近 那么减盘以后的话呢 在数据之前 它是略微有下调 大概 实际上很少啊 十几个点啊 因为是 可能走到三级 五级 在五零 十几个点 好 那数据公布的时候啊 它窗了一下啊 窗了一下 破了一个高点 好 那么这个是 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么 讲一下整个对这一段的行情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 这一段 好 这一段啊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无浪的结构 就是说怎么来去看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加速的行情 就是说在 在这里啊 受到消息影响的拉升 是一个加速的行情 那么同时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写出来 到这一段 再到这一边 好 刚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 一个小型的一个无浪结构 那么它刚好也可以代表 小时级的一个上涨波段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那么之前所对应的 这是一个波段啊 这是一个波段 从时间上来讲是可以的 因为从底部这个地方开始啊 它一共在这个波段上 实际上是跨着四个交易日 那么也符合这个小时级这个波段的运行 好 现在问题的点 问题的点是 这个第一个波段运行 210点 好 10多 那么这一段实际上只有160 实际上是缩减的 所以现在是啊 我只能这么讲啊 这边的话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这里 因为昨天这个消息出来 当然我我是没有直接看 因为我本身是 我心理师认为是这个形态 然后呢 我起来会确认这个形态 如果是他对吧 拉升再多 将近比如说有多大概五六十个点的情况下 那么我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疑问了 因为他这一段比这一段要短 所以这个问题的就出来了 比如说第三轮拉升 假设啊 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的情况下 按照理论上来讲呢 当然可能你也就有160个点 那么160个点到哪里 按照今天最低点 加上150或160 那刚好就是前期高点的位置 好 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是这样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 从这个点 向后的拉升 如果有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会读取中间的细节 就是他是否是 一个15分钟极次的 五浪上涨结构 也就是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理解一点 就是说 这个时候因为市场的波动率 好像没有因为这种消息而加大 那也有可能他在现在来讲 出现像类似于之前的一些行情 就是说他不走得很完整 包括末端的拉升 他不是很剧烈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从时间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天这个时间点 向上的一个行情 因为刚才你说这个地方 对吧 有人说 为什么每日会拉升 你可以把它归结到欧洲的 这个央行的一个会议 会议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从形态上来讲 这个地方是一个调整结构 也是OK的 从这个地方是一个三浪结构调整 那么这个 由于他是一个加速行情 所以他没有是按照15分钟走 他是按照一个 5分钟运行的一个调整结构 去运行的 所以他今天如果能站上去 站上这个点 就会到一个拉升的过程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是耐心的等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能成立的话 我希望在这一侧吧 至少应该 还有 就是说在后面这一部分 运行空间里 还要有一些利好于每日的一个 消息面 利好于每日的一个消息面 那么当然这包括可能日本 央行自称的一个决策 所以明天就是他的货币政策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 有可能会是这么一个发生这么一个事情 能理解吗 就是这是一种相关的决定 就是当这个点 这边来的时候 这边是美联储的会议 这边是日元自身的货币政策 在明天 因为时间上还是没有确定的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 那么细节上 就是关注整个的 末端的结构 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政策而加速 这个要看它具体的运行 总之在结构上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有人说 那会不会也超过这一段 也不排除 也不排除 因为现在你要说 一定就这一段拉伸 比这一段短 然后这一段就要 不会特别的长 对吧 我们也先不做这个 一定肯定的定论 我们先 作为一个 跟踪它就可以了 具体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运行 本来我 我们来说一下 就修正 修正一下 就昨天我的解释 我是希望它出了消息以后 它多涨一些 比如说 哪怕你能走到这边来 能从这边走到这边来 那这样的话 你的第二轮 这样的拉伸过程 幅度 对吧 就要比低轮 要高一些 那么你走 微型结构的时候 只要你不跌穿 这个低点 那么它就会 既会走 末端的微型结构 然后去冲 前期的高点 或者是 这个点已经冲破了 然后再上行 确认一个过程 那么 修正完以后 是说它 它没有能够大幅拉升 是有拉升 没有大幅拉升 所以这一段 这里就我们 就会有刚才的一个 修正一个分析 那主要开始看 第一个 有没有微型结构 就是这个点 能不能被快速的拉升过去 这不就是上涨 回落 上涨消息面 回落 然后上涨 明天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然后利空于日元 加速上行 我们进场做空 至少说 看形态 有人说 那会不会在这个点之下 我们就放空 有可能 不是说没可能 也不一定说这个点 但是从完整性来讲 应该这个点还是要破的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读取来讲 是 很认 如果它就认为是 整个这个 行情就完结了 这个也说得通 包括之前 它可能还有印象 比如说像英镑 也是略微破一点 然后就跟着就跌下去了 好 那么这是 美元队日元 已经很接近了 已经很接近 那这个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消息了 它就是 我觉得单纯的就是一个 上涨的一个过程 它可以想是 你受到了 欧元的影响 受到欧元影响 现在可能这个 所谓垃圾的这个讲话 应该已经开始了 那么 看到在讲什么 我们就先不管这边 它讲什么这个阶段 要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币 那么澳币的话呢 在整个昨天的这个 运行过程当中 那么 加息的时候 它是从这个点位 跌下去了 我昨天也讲了 我说这个点位可不是小时机的 我把它归结为 在第一轮下跌 以后的反弹 然后再下行的过程 好 这好理解是吧 你就讲 这个地方 就整个它能代表什么 我觉得它可以代表的 就是说 这边是下跌的行情 这边是一个调整行情 这边是一个下跌行情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但是这个下跌 就是后面这一轮下跌 它可以代表的是一个 短期 短小周期的一个 下跌的一个确认 就是说 在我看来 我认为从0.7623 跌到0.7529 这一波 就是比较完整的 从小时机的这一轮 第一轮的下跌行情 就是从小时机开始 第一轮下跌行情 为什么可以这么讲 第一个这里是一个V型 这个地方是一个V型结构 这个地方是开始下跌 它可以代表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横向调整 符合是比这个周期大一个周期的调整行情 这个好理解吗 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蓝色区 你看着它是一个小型规模的 但是在这个周期 这个运行当中 我觉得它的周期性 是和前面整个蓝色区域所 对称对等的 就这边是 是一个完整的下跌 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调整 所以在末端的话呢 有人说那需不需要再往上走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因为加速行情 这个调整本身也是加速的 有看到吗 本身也是加速的 所以这个加速 如果代表整个的调整完结 我觉得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建议大家可能 比较看空它 比较看空它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结构当中 你会发现在澳洲公布 它今天的失业率的时候 而且失业率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么暂时在早上9点30 公布的时候 它实际上向上的上升 你可以忽略 几乎可以忽略不及 就是整个出数据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时大家有没有看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为什么这么好的数据 就是说出这个数据 从数据之前公布的时候 是72对吧 就涨了三个年 就跌下来 就是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地方 已经是第二轮下跌的开始 第二轮下跌的开始 那么也就是讲 我说这是一个小时级的车期 这里是算是确认的过程 而它本身正常来走 就应该是下跌 这是小时级 跟着反弹确认的是15分钟几次 所以在这个点上 它运行到15分钟几次乘压 再下行 是合理的 这是可能 这可能是一种变化 这是一个合理的 就是简单来说吧 就是第一轮下跌加调整 小时级之下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里可以算是第二轮下跌的开始 好 那就我再去不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出了消息 我们再看它变化 是否合理 如果今天因为澳联储的 这个不是澳联储 澳洲公布的这个失业率 上升上去了 这就不符合我们的 这个提前的这种 对于行情的预判 理解吧 能明白吗 而它这个澳联储 这个不知道澳联储 这个失业率 之后的这个运行 那么正是 就是侧面的这个 就是就证明的 就是这个点 就是15分钟这个几次 这个点的反弹是可以被认为是 新的一轮下跌的开始 那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那下跌 那昨天给大家有画过 就是一旦运行到 这个蓝色区域里 会稍微会混乱一点 那么为什么呢 你看 如果它是第二轮下跌 第一个它 可能空间会被压缩 而且末端会加速 你情况下 那第二轮下跌的 就是这第二轮下跌当中 正好是在这个蓝色区域里 它要完成是一个五浪的一个结构 五浪的一个下跌结构 那么15分钟 15分钟这个地方 五浪的一个下跌结构 那么实际上是小时级的五浪下跌结构 对吧 那么分别它代表的是 15分钟这个集次里面 反正总之是 后面这些都是一些小级别 所以小级别就会有反复 那么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 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 上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下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它是有周围 明确的读出来 因为没走完 我们就可以看 这就是我的一个对澳币的一个解读 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出现 事业率向好 澳币没有涨 是不是好的事情 当然是好的事情 这相应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行情是下行的 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 对于思维的一种逆转 比如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出了消息 有人说 是不是会涨 他进入下行 这样的话对思维的逆转 就是说从一个利好的一个澳币的消息 对吧 转入了一个下行 好 那我们就说 一次是美联储会议所造成的 再一次是 二的数据向好 但是下跌所造成 理解吧 所以 这可以算是逆转四为七 那我们就看后面的应用性结构 包括他的整个的 我现在我现在无法把它准确的读出来 就有人说 我可以说是这个地方是第二轮下跌的开始 对吧 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后面他可能是五分钟的五辆结构 那现在我读不出来这个地方 暂时读不出来 包括这个运行 这里边是不是只是一分钟的五浪下跌 加上一分钟的调整 再加上开始 这些我现在读不了 没有 我们就先定义他 这个地方是新的一轮的开始就可以 由于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边读不了 是因为数据的行情 就是美联储会议这一下 他加速了 所以很多时候 后面的行情可能会把这个地方所减少的整个时间 在后面把它贴回来 这个好理解吗 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小时级的呢 就是因为它从这个地方的下跌的时间 它是6月12号的4点钟 到这个时间 是6月14号的3点钟 它一共是一天半的时间 那么这个就符合小时级 小时级之下的周期的一个 一个波段运行的时间 那就是15分钟几次 所以在后面 但是这个地方是 时间很快 如果定义它这个点是新的一轮调整 下跌开始的话 那么这里 只有三个小时 或者三个多小时 那这个是比正常的15分钟几次调整 要要短 而且短很多 但是合理吗 合理应该有数据的加速 是合理的 好 所以后面的话运行就变得很慢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明白 就是这个地方 它就是在打乱我们的思维的一个过程 就是把这个时间周期改变了 以前我反复都解读过 就是在每一次 实际上一些大的行情的 之前都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那么接下来我就不要过多的说了 那么基本上 这个地方出现了利空的下 出现了利多走空的消息 对吧 后面就再看了 什么时候到底能够把整个的心理 那么形成一个下界的探视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和当年那个硬霸是非常像 第一个 它有一个近点的一个地点 它有一个很远期很远期的一个地点 就是很远端的一个地点 跟当年硬霸非常像 那么它最终是破了这个点 但是没有破这个点 假设啊 我说假设就是 后面如果一期按照我的预期走的话 那么就会从这个点位 向上去爆发 合理吗 很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没准够性的一个点位的反转行情 就是说在整个从0.8136下跌到现在为止 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 蛮有集中的做多的点 因为它没有一个反转结构 而且现在这个下行的趋势线很完整 对吧 如果它下跌了 当然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下跌开始 所以啊 反而是一个买路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为什么我说起 我把 像我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欧元 我再看 美日和澳币 就应该在欧元这一边吧 它确实是动了 而且动了100多点 但是这个实际上 就是和最近的这些走势当中 这些震荡行情 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吗 其实没什么 就是说只能说是它在 我之前也讲过 说在四小时这个结构上 它有可能还是存在压力 所以它在四小时这个均线附近的 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 那你要说它能否就大跌下去 我实际上我确实是不敢下这个决策 下这个结论 包括刚才可能这个垃圾这些讲话 现在正在讲 现在讲 那我看一下它讲什么 我刚才没有看 我现在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回来再看 这个讲了很多了 整个的话应该各种讲话当中 肯定是涉及到欧元区的 就出现了内部 出现了很多 比较大的一些政治事件 对吧 包括这个西班牙 意大利 包括最近这个G7的开会和贸易的问题 这些 总之的话 这个地方 你要说你也要关注 为什么我去做那边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边是一个预期的 大的不断行情 就可以这么认为就好了 好 那么原油的话呢 那么运行到现在6-7了 昨天这个EIA 比它的预期 昨天预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减少的库存 还是要更多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这些有点比较过分 我只能说这两周的EIA 是有点过分 上周的这个EIA 和这个EIA 说实话 我觉得是有点假数据的概念 就它波动太大了 一周库存增加 远远多于预期 然后这一周减少库存 又超过预期太多了 所以它最后的话是上行的 因为它减少400多万头 预期只减100多万头 这跟上周那个 上周那个数据 本来预期是降低的 然后它增加了 这里面就真的不好收 但是就是说市场 还是最后看走势 就是出完这个数据以后 是在爬升的 那么从日线来讲 重新从日线均线的支撑 然后开始脱离了支撑位置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整个运行 然后最后的 当然说实话 因为原油之前这个地方呢 做的不是特别好 包括现在也临近到了一些 我觉得外汇品种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拐点 按照我的习惯来讲 可能还是把外汇 因为之前所 为什么说这个点 会做原油呢 所以在这个点附近的时候 在外汇品种当中 我是看不到什么拨断机会的 而现在已经像美日和澳币 这种 已经临近了 已经临近了 那么如果在同时间 出现了交易机会 我可能会以外汇为主 但是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原油就不看了 我还会看 因为毕竟 这里面出现了一些 和之前思维不一样的地方 我也在读取 现在比如说 现在我在读的话 就是整个它从小时机 这边开始 我现在并没有读 这边的整个的这个结构 我先说一下原因 就因为这一段呢 我读不出来 这个这个是实际上的结构 但是我现在要等的是 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在后面 有人说这这算 你可以算 但是我觉得周期性不对 我所谓这个结构 是说从这一边上涨 回落上涨 比较深的一次 所以这边最好是先拉到 比如说前期这个高点附近 或者接近它 然后来一次这样的结构 再破它 这样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 这样的话包括运行的时间 从底端到现在有 现在是第 就算是第七天吧 第八天第七天也可以 第八天 那么上去以后 它下来再抽 刚才是 其它是一个四小时的 一个上涨结构 四小时的上涨结构 那么在后面 我就去用这个结构 去推论它 可能然后再回落到四小时的支撑位 然后再上行 然后我们去推论 整个这一波上涨的过程 那可能真正到最后的一个最高点 可能还需要一点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按照刚才我所讲的 这样运行的话 可能又是一个月 甚至于更长时间 可能缘由才是下一个 真正的一个阶段性的 顶部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是正常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支撑的位置 然后它整个运行来讲 走末端的形态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说这个 增加产量 我说的是形态 就是有时候这些形态走完了以后 你增产也好 不增产也好 它其实影响未必很大 必须要完整的一个结构 一定行情会走到末端 然后它才会发生实际的一些反转 这些 以前也都给大家去不断的演示过 这种状态 好吧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这样 那么欧元的话 我们再说一下 已经开始这个下跌了 它不停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稍等我一下 内容 感谢观看 欧元的话呢 我还是说 还是很多的变数 那你要当然你要做短线 做了就做了 但是空间上来讲 我是不好确定这个行情 还是说这个逻辑性的问题 它这么大的反应是为什么 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之前 它所有的预期都是一致的 而且推出QE 有一个时间点 但是它反应有点过于激烈 这是我一个看法 所以大家可以 借鉴一下 那好 我们说一下黄金 我们刚刚弄掉了 那黄金的话呢 这个走势吧 昨天我也是这么来看 还是那个 就是和这个 美人是一样的 就是它下跌这个幅度 比我预期的小 反弹的幅度呢 略微的大一点 好那么它现在走到日极的 这样的吗 差点不触碰 还没碰上 但它现在刚好走到的是日极的55节 讲过这个55节的概念 它55节如果不碰日极 那么它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四小时级的 四小时的一个结构 明白吗 比如说它 我们要看啊 要看 不一定啊 要看 但是现在毕竟我觉得是 每日会出现 这个 从这个地方再拉上 就它们其实是 很相似的 每日也是在四小时的55节上 它符合一个小时级的 深拉回的一个过程 和黄金实际上是差不多 就是黄金的反弹 它也是在 日极的这个55节上 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 次一级周期的调整 不是日极周期的调整 可以直接跌下去 包括美元与日元 就是从这个位置上 是可以直接上去 这个 上过通用课程的人知道 我特意讲过这一点 那属于是深度灰彩 深度灰彩 昨天我本来认为 也是这个位置 就是到 那个55节位置 只是这个点位 就是拉升的太低了 在这个位置上 比我预期要低一些 我们就看后面变化了 好吧 我们就 如果当然了 如果也说了 它拉升到这里 至少 这个波段是160多点 如果从这边加160 还是有机会破掉它的 还是可以把这个结构走完的 这一点还是 起码这一点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吧 那么其他的品种 像美元对加元 美元对加元 它整个是一个大的震荡结构 你就没有变化 你说这种所谓的 一息 对吧 后面变化 包括一息之前 不讲一息之前 对吧 说原油会上涨 它会先跌一下 然后一息的时候又涨回来 就我昨天也跟大家 可能也是这么说的 它实际上这种都是 就是你做也行 就这种实际上 都属于是非常短线的一些交易 反正要反应很快 就是说原油可能出来 EIA它是爬跌一下 美联储加息 涨一下 完了 没了 后面接着震荡了 你不能往远端快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EIA 原油底下 或者另外一方是加息了 涨上来了你再去买 都错了 你就得提前提前提前 或者按照震荡周期去做 这就是原油对加元 没什么变化 还是这样的 但是方向来讲 因为如果从影响来讲 因为现在美联储加息 这件事情过去了 那么原油这件事情还在 所以美加可能 还是适合从高原下做空 会好一些吧 或者没那么讲 会好一点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每日继续读 差不多了 按照这个时间点推 按照明天 对吧 日本亚航 这个 这个会议结果 按照时间去推 真的是隐形 多的话可能 四天 五天 短的话可能两三天 难道要看后面的变化 要看后面变化 但是呢 已经是有点这个味道 包括奥币 这种下行 利读 看空 这些都有 就是定义周期 明确的讲定义周期 那有人说 有人拿到中强 你们明白 对吧 最后一次是什么 行情 就是打到小时期的55节 再下跌的那个微星结构 就是 整个行情完结的那个爆发点 这就可以往后面预期 再去提前做一个预期 对吧 至少现在不会 因为现在价格在这里 它应该往下定一段 这个均线之间的差值要张开 然后回弹 然后再下行 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好 至于 这个节奏的话 还可以 至少美日和奥币还可以 我们就 看一下 其他的品种呢 包括英镑 英镑的话呢 今天是 也不能算没跟欧元吧 也跟了 其实这两个品种 现在还是很相似 但是可能 欧棒之间可能出现了 稍微一些变化 其实还是震盪 也没变 但是 幅度上确实是 今天是有点加大 我是在观察这个地方 会否是有一些 方向的一些突破 我是希望它 把这个震盪去接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 已经很长很长时间的震盪 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做欧棒的欧元和英镑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们俩之间实际上没有强热关系 尤其这么相近的品种没有强热关系的变化 我其实就是不愿意参与 有可能不太了解 其实我是会分析它们的 只是我现在没有分析价值 我就不拿出来分析给大家看了 但是后面会 几年前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同学印象 像以前在2016年17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很多波段 都是因为我对欧棒的一些分析 然后分析欧元和英镑的强热关系 然后再去选择怎么样去参与欧元和英镑的制度 还没到那个时间点 基本上就是这么种内容 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下 因为今天晚开始将近有15分钟 那我们就推迟大概10到15分钟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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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金的话就是看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这一次未必会碰到日线的压力 就是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位置 所以包括每日也是一样 就是它会一个微型的一个结构 然后去过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结构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成立的呢 就是未必会走很远 因为它实际上对前期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空单 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打击 那么包括美联储会议这个上川 会触发一定的止损 包括如果这个微型结构的末端 再加上一些利好与美日的消息 也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这个过程 但是呢我也说了 如果之后从上方跌下来 我只是看到107这个地方 并不是看得很大 并不是看很大 也就是说如果它只是涨到这里下来 其实也就是400多点 并不是很大的行情 就是一个波段行情并不是很大 对于黄金的一个辅助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如果它涨到这边来 然后黄金从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跌到一个低点下去 会跌到1275或者1273 就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那么再反起来 然后才会碰入线的这个压力位置 到时候我们再去放空 其实是可能会在真正大跌之前 可能会给我们几次小型的一些 做空波段的一个机会 就交替 就是我会 你会看到 如果成立的话 你会看到 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 我可能会交替做空 美日交替做空 黄金 这种状态就会出现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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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币的话 实际上现在倒是都可以空 但是就是说这个后面的变化会比较纠结 而且 小时的均线 它在跟下来之前 由于之前有 你知道均线是一个 之前的一个行情的一个 因为它是55级的话 它大概是涵盖了过去的三天左右 你看过去三天当中 它有很多的时间是在震荡的 所以均线的跟随并不会非常的快跟下来 那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很多的变数 你做短线空单 可以讲就破坏就应该平 然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这也是我之前讲的就是这个蓝色区域变化会很多 不好掌控 你除非是英镑的话我现在没做 什么叫建立底单 我先说了欧元我没有做 英镑我同样是不会 这种它和我的 简单来讲就是 它也还是在震荡结构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大的变化 它还可能会继续的震荡 虽然看来这很大 但是它无非就是把昨天的涨幅吃回来了 那昨天的涨幅是把前天的跌幅吃下去了 吃回来了 你能肯定它一定就能够跌下去吗 它不会再回去吗 我现在没有把握性 欧元和英镑 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长线 那你要自行选择 就是你要建立逻辑 就是它背什么 可以是大长还是大跌 它逻辑在哪里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像黄金也好 云帽也好 欧元也好 其实欧元一样的 虽然它确实是很大 确实是在短期爆发也很大 但是它其实实际上你要说算的话 昨天的或者甚至于就是今天凌晨这波涨幅 全吃回来 多走了大概40个点 当然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假突破吗 对吧 跌下来 可以 你可以这么想 那你就往下做 这个主要是这个逻辑我想不通 就是理解吧 就是这个逻辑我没有想通 那你说技术面可不可 当然符合 技术面的话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波上涨 然后二次探底 你可以这么认为 那探到哪里是 结束 因为本身我就没有在读它 我觉得读它们好累 就是现在我去读 什么英镑 欧元 这种包括美元对家元 你让我去读周期 这绝对是一个很困难的设计 就是这个每家你说有什么周期 怎么看周期 很困难 你只能是等它要有苗头出去的时候 你再反过来推 你再一步一步推 可能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然后代表什么 你可能能推出来 现在就看不出来 好吧 基本上是这个 你问在这什么行情 就本身这个市场里面就会存在这种 上上下下下的行情 它确实是为了后面的行情进行铺垫的 为了后面大的行情进行铺垫吧 是有的呀 是会这样的 但是说方向性对吧 说实话就是 是因为我对它现在还没有感觉 就整个它运行这个节奏的目的性在哪里 我没有感觉 但是实际上你说之前的包括奥币这种这种运行 它实际上在前提它也有这样的行情了 类似于这样的行情 也是上栏下去的 对吧 只不过它当它走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开始去分析它 它是有沙点的行情 其实这边我一直在认为它是有沙点的行情 不能让人知道到这边来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就 继续推嘛 推的时候你会发现 当它可以去推论的时候 就推的 它是一个 它有明显的一个周期性 或者是引诱市场的一个作用的时候 它走出来的行情就是震荡行情 它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不断行情的一个状态 下跌反弹 下跌消息刺激 消息刺激 消息刺激同向 消息刺激反向 然后一步一步再来去运行 包括美元对日元 现在已经 对吧 这算是卫星吧 你说真正的卫星是要破位 对吧 但是现在这是有一个苗头 就是当它跌下来的时候没有停顿 然后立刻要快速的拉升起来 好 那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市场 其实我现在 我可以讲 我现在经历 为什么你看我今天讲 就是你们可以听我讲课 就能感觉出来 我今天讲课的时候 大概有 十几分钟讲点基本面 有将近半个小时 不到二十多分钟吧 讲美日 然后十几分钟讲奥币 实际上我现在看盘就这样 我看盘大概 百分之七十左右时间 看美日 我就就一直看着还没变 连别的连管都不管 然后 然后剩下百分之二三十时间就要看好笔 好笔 好笔 就是除了是刚才我说读这个点 是我觉得是新的一轮下跌开始以外 剩下的 这里我不读 因为我读不出来 真的我读不出来这个地方 每日的话我只看的是这里 每日从我起来以后 我所观察的就是它是否会走到四小时的五十五节 然后行程支撑 然后开始拉升 就这个过程 就是这么一个点 然后对 那就起码还在节奏上 那之前的空间也好 去修正 然后最后等整个的运行结构 整个的运行结构 到莫段的拉升 最后中间出现消息的配合 所以你说难吗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你当你使用你的精力的时候 人的精神力都是有限的 你的精神力在哪里 对吧 像前面的话 实际上两次大的波段错过去了 但是要判断波段的时间 倒是没有大问题 在包括纽币 包括原有 那也毕竟能每次都错过去 对吧 那就现在就再去看人 就可以了 黄金也是 黄金我看了一个位置 就是大概那个位置 但是因为本身现在没想做的 所以就不以它为主 好吧 那么今天就差不多吧 先到这 然后就大家可以去看了 你愿意做其他凭证 没分析 但是当我做明日的决定的时候 你就听一下 然后争取还是能够跟着我的节奏去做 好吧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好 特别 特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